大家好,今天是7月23日星期二 有一個嚴正聲明的時間 因為騙徒仍然在做騙人騙鬼的事情 如果有的話請示範1822 我個人並沒有公開的WhatsApp和Facebook 有的都是可以打電話的 1822房片22 好,我們再跟進去看看 今天市場又有一點回落 所以升的板塊不多 五個板塊有交通截施等等 交通截施一直是靠前的 銀行方面,基本上全部都給他做好 因為三宗傳媒中的資料 是對金融的改革 即是投資和市場改革是有的 其他金融方面也一樣 其次,紡織和服裝方面也有上升 一直都是很小的 是股票 對大市影響不太大 電信服務是有的 因為市場不好的話 錢就會回到電信服務 由於交通設施 交通設施一直都是好的 反映中國的經濟還可以在製造業方面 還繼續運行得好 我們再看一看 很多板塊都下跌了 就這樣了 不用說了 在今天來說 其實在今天來說 就是在保力的通道中軸有了阻力 下跌不是很多 跌了32點左右 暫時 所以如果最主要是站著 就站著17783 站上17783的中軸就可以了 明天站不站得到? 後天站不站得到? 不知道 看看等等 然後我再跟著看看 有什麼股票可以 找來賣一下 一隻農業銀行